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福公司协力后车亭任养启动作业圆满顺利 各位请留步哦 我们一起合根影 位在基隆城隍庙前方的公车客运后车亭 是基隆海洋城市异象的重要门面 因此基隆市政府特别跟知名汽车品牌LASUS合作 由企业任养后车亭 银灰色的后车亭视觉外观 展现国际品牌的质感 干净明亮的后车环境 也让民众相当有感 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也变得比较好看 那以前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感觉 就脏脏的 那现在呢 现在就干净了 然后有点现代感 对啊 有不一样啊 以前是 就是木头仪啊 现在感觉呢 还算不错 我不是在这里 我是在这里坐着而已 那你在这里休息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这样看起来飘飘飘亮亮的 可以啦 蛮漂亮啊 这次的城隍庙后车亭任养活动 由市政府交通处规划接牌仪式 在市长谢国良的规划 与副市长邱佩玲的引戒下 由知名汽车品牌共同来合作任养 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基隆的公共空间品质 受到辅惠的高度认同 很高兴跟Lexus联名合作 由Lexus来赞养我们城隍庙站的公车站的一个设施 那非常感谢他们把他们品牌的质感跟一个设计 都融入了我们现在基隆的一个特色 那另外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未来在海洋广场 国门广场 演艺中心等 我们未来都希望能够打造更多的 亲子 娱乐 商业的内容 能够让观光客也好 能够让外线市的旅客人 让本地的市民朋友也好 都能感受到基隆带给大家的欢乐 那当然在融入这个品牌所带来的异象 所以我相信是一个双赢 而且更重要是基隆的门面 因为刚好海洋广场的对面 那当时市长很希望它变得更漂亮 更国际化 所以想到了就是Lexus最好的品牌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要介绍这个当中 大家看一下这个背表 我带他道具 你看这他为了防止刮伤行人 所以他做了一个这个设备 这边他的用心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担心很多这个游民 可能会在这边睡觉 所以又多加了一个这样的把柄 那这个高度 我们本来原先设计是永续海洋环保 所以是有波浪型的 那后来觉得太高 可能对年龄高的人不适合 所以别人变平的 材质最重要是晚上 它的灯光打得会非常漂亮 那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品牌 在基隆月印更融更好 给我们更大的信心 因为他们的对产品的用心 完全显示在这个上面 也代表我们新团队的努力 过去在林佑昌市长任内 我跟张前议长 共同争取综艺路整瓶 还有陈黄茂地下道的改善 那现在谢市府接手以后 透过公司协力企业任养 把我们的后车艇 改善得更舒适更完整 也让企业有广告的空间 也让我们市民有更舒适的等候空间 我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希望未来市政府或是我们市议会 可以争取更多的企业资源 来让我们的一些公共设施 可以维护得更好 让我们市民可以在等候车的空间 可以更舒适 今天这个活动 真的是 就是所谓的共襄盛局 我们基隆市有很多的后抽亭 那如果经过像类似这样子的美化之后 我想在等车的民众也会舒服 而且让所有的这个经过的人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视野的一个美化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尤其有这么好的这个企业团队来 维护这个后车亭 我想这个将来 我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企业 能够来做这个工作 那这次Lessus 我们打造全新的城隍庙的这个 公车后车亭 那以象征着基隆市的这个 海洋城市的这个蓝色座椅 那并以高科技一项的这个银灰色的这个设置 那搭配这个夜间的灯光设计 那不禁提升这个民众后车的舒适性 市长谢果良强调感谢合作的企业发挥环境永续精神 接下来他会寻求更多的国际品牌 来共同打造基隆的各项设施 希望共同提升基隆国际港都的质感 让基隆变得更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李亮杰 基隆报导 在基隆长根医院院长赖奇俊 基隆市长谢果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等人 共同启动下 为在基隆长根医院医疗大楼八楼的 复合式手术室启用街牌 院长赖奇俊也带领来宾们前往参观 并且表示 简单来说就是一站式的手术室 病患在接受复杂或精细手术时 就不需要再推进推出 做影像的摄影暴露 可以在复合式手术内 一次全部完成 那之前这样复杂的手术 可能在手术的过程当中 如果要定位 或只要做更精细的导航的治疗 可能就要把病人推出手术 去做这个影像的这个补补 然后再进来手术做治疗 那有这个复合手术室之后 所有的手术就可以做一站式的服务 手术的成果就会更精确 有点像是瑞士刀 大型的瑞士刀 它是一个多功能 然后复合式的手术 让这些复杂的手术 无论是神经外科 心脏内科 还有其他的专科 都能够提供更好 更精确 然后时间更短的手术 然后手术的效果也能够更好 市长谢国良也帮忙提问 然后随便可能要打开 然后还有神经外科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颅鱼内的一个血管的异常 那现在可以用血管内的介入质量 可是它有时候还要放一个 颅鱼管或是条件这种 它要同时做 所以这个就是 卓前部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后来它有延伸出来 像现在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甲鱼 它就是我们要打这个 这个椅子就是植物这个 脊植的这个植物的时候 像它这个植物 你可以用导航来绑细 然后开尾马上去 就像刚刚不检查 说有没有记录 那这个目前来讲 也都是最后的手术 对于基东长庚医院 投资成立复合式手术室 嘉惠基东及新北的民众 也让基东市长谢国良 和基东市议会议长 佟子伟和卫生局长张贤震 高度肯定和感谢 因为我们张局长 跟我们都很想要 不论是在长照日照 或者是医疗的品质 都能够让民众 有感觉明显的能够提升 那像这样的 复合手术室的一个建置完成 跟未来的使用 我想就可以让病人 可以有很明确的感觉到 对他们立即的治疗跟检测 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那未来我们也会跟卫生局 紧密的跟长根持续的配合 包括它的两个重要的院区 也都是我们基隆朋友健康的依靠 所以我非常佩服长根这个体系 那我想在投入我们这么多的医疗资源 在我们照顾我们基隆市市民 不是基隆市市民 大基隆地区大概有将近 七十万的市民朋友 都需要长根来帮忙 你看包含我们东北交 金山万里等等 这个北部地区大概就是 长根的医疗系统最完整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整个长根的集团愿意投资在我们这个市民的健康身上 那我也非常敬佩 那非常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合作 可以让长根系统可以找付更多的市民朋友 那市长带领我们团队去做的功课 就是以长根当作领头羊 长根的品质 那带动基隆市内所有的医疗院所都要往这样的目标迈进 所以我们除了在跟大院长长根的团队合作 其他的医院也都不管是 部基私立医院或其他的医院 我们跟基层的诊所 我们都有不同的合作在进行跟提升中 那也请大家 拭目以待在谢市长的带领下 会把基隆市的那个最有爱的城市 是最健康而最有爱的城市 长根医院院长赖奇俊进一步指出 基隆长根医院成立大约40年 目标就是不断朝向向社区医院般的友善 而有医学中心特色的医院 为基隆的民众提供最好最友善的服务 因此在基隆长根成立复合式手术室 就是长根医疗体系对基隆地区的投资 也是对民众的福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从外像水灯头到朝间带的水生植物 还有海科馆内的珊瑚 这些作品都是以海科馆为主题 参赛者从国小国中到高中生 他们用手机记录海科之美 这次的主题呢 我主要是用我们基隆最有名的季节 中原季这个题材 然后去做摄影 那主要的画面呢 就是拍摄放水灯在 已经放在海面上的那个画面 那我觉得现在科技很方便啊 用手机其实摄影不再是那么 很像是很难达到的天堂一样 就是我们用手机方便可以去记录 我们生活周遭的任何一切的事物 这是第一次 然后就想说 因为你们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然后就把它拍下来记录 然后我的主题是海底的世界 就是它在怎么运转 然后就拍起来然后也很漂亮 占地50公顷的海科馆 拥有丰富的场馆资源和自然风景 一直都是拍照打卡热点 海科之美摄影比赛 希望从孩子们独特的视野和角度出发 认识海洋教育 大家参与的非常的踊跃 总共有160件的作品 那么获选了一个69件 那其实我们从国小国中高中 他们不同的这个年龄层的视角来看 海科整个大园区 这样的一个环境生态 或者是建筑物等等的这个美感的这个感觉 那可以看到很多作品 其实可能平常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都很少去观察到 但是透过孩子的眼中 他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那打开了眼界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摄影比赛 我觉得意义非凡 那也很希望 这个我们跟吉隆 这个甚至很多的 如果这些机构可以愿意来共襄胜举 希望明年能够再扩大 能够让奖金提高 也让年龄层能够这个更多元一点 那希望海科之美 这整个大园区海洋生态 一个永续的环境 能够透过一个摄影展 可以在全国国民的这个视角中 可以呈现到全世界 中家宽屏集中电视 也协办这场摄影比赛 希望鼓励孩子尝试用心去发掘 周边的美好事物 海科馆这次办的这个海科之美的活动 非常的棒 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 尤其是这一次针对小朋友 只要是能够用手机来拍摄的话 用小朋友的视角 就可以拍出多元的不同的一个美感 还有就是他们眼底下所认识的海科馆 现在手机非常发达 只要用手机就可以拍出美美的一个照片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学生的作品 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美 学生的角度平常是我们看不到的 所以一些发想来自于他们的一个天马行空 这样也许就是代表上帝的视野 也是一个绝佳的作品 我们非常感谢馆长 我们陈馆长以及我们集中电视台 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给学生这个更多的学习 手机他甚至到小朋友 可能也都已经有手机 那这次其实看得到的是 国小组的小朋友 他的视角部分 其实比我们成人在拍摄的部分 他的视角是偏低的 那反而在视角偏低的情况下 他看的东西好像就长大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得到 小朋友看世界跟我们大人看世界 他的差异性在哪里 得奖作品将在海科馆主题馆三楼展出 海科馆透过摄影比赛 鼓励学生在科业之余或生活中 培养敏锐度和美学的视野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科展奇迹 星星巨龙 三二一 请启动 在教育部次长林明玉 金融市副次长邱佩玲 台湾科学教育馆馆长刘火星 及金融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 等人共同启动下 宣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7月24号起在金融市盛大登场 这是金融市睽违35年后再次主办全国科展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说 金融市已经准备好了 欢迎全国对科展有兴趣的大小朋友 一起来金融参与疫情解封后的第一场大型科学圣宴 在35年以后轮到金融可以再拜 那我觉得很感动是我们教育处跟所有单位协调 包括海科馆海洋大学还有很多企业主 让每一个人愿意来金融看这么棒的展览 去年在新北拜 那我们很希望这一棒接到我们 我们让每个人更喜欢金融 也看到科学展的真正意思 教育部市长林明玉也邀请国人到金融享受一场科学之旅 同时感谢金融市长与副市长对教育的支持 中央地方共同合作来推动教育建设 金融当然是他我们部里面有特别支持 一个海洋科学馆 是一个最新的地标 那对于海洋科技 对于这个相关的科学方面 大众科学的普知 推广都有很大的注意 那当然金融市政府各级学校都非常认真 尤其是市长副市长对教育非常支持 我非常的感谢中央地方协力来推动教育建设 科教馆馆长刘火星表示 在疫情解封后 全国科展在台湾头首度恢复实体举办 意义非凡 除了让科展活动与夏季旅游结合 兼具休闲与教育功能 金融市近年来在科展的表现也印证 鼓励学生就实作探究学习的成果 金融在科学教育的领域 它是一支符合了新课纲的精神 就是探究实作 鼓励学生的话亲手去做 亲自去观察探索 然后这些的话 前面的这些步骤有了以后 后面的这些科展的成果才会出来 我想说符合新课纲的一个精神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表示 这场位于海洋大学娱乐馆连续七天的科学盛会 包括22线市的参展作品竞赛 一般民众参加了54个闯关摊位 4个主题馆 首座教室工作坊 及科教馆行动科学巡回车展示的科学教育博览会 金融市政府也特别推出结合金融海洋文化历史 与科技探索的科学之旅 期盼让各县市参展资深 实际体验金融资美 在围棋我们从7月24号一直到7月30号 我们这么长的时段里面 除了有大师的开讲 我们本来的科展活动 我们有科展之业 那同时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各县市都可以彼此的交流 那最重要的也是邀请各县市 来到基隆比赛就看看我们基隆的美 留住我们基隆的眼之后 可以在未来为我们的基隆 可以把我们的承办的诚意 还有我们这次办理的荣幸 然后跟大家共同分享 我们所有的团队都非常的用心 最重要的也让各县市看到我们基隆 你好厉害可以飘出来耶 加油加油加油 记者会现场还有金融市国教辅导团 摆摊邀请大小朋友 透过观察与实际动手作体验科学魅力 包括海洋团的游恐虫大揭秘 自然团的达文西飞行器解密 及科技团的水晶摇摇等 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排队等着体验 好玩又有教育意义 很获家长学童肯定 很棒啊而且他们会静下心来去 真的去看那个就是显微镜里面的东西 然后就是安静很久 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知道他是尸体之后就觉得不漂亮 以前有看过吗 以前还没有 好玩 我会啊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多让小朋友多接触 科学薪资对小朋友算是不错的活动 教室教育处方面表示 全国各县市的参展作品在经过竞赛评审后 将于7月28号起开放展览 欢迎博人活动期间到基隆来一趟 丰富有趣的科学之旅 体验基隆在地的热情与活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分为影片争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程式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驾 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职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 还有还有 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 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恋恋有爱 山海城 运助我们的基隆市 112年市民联合婚礼活动 圆满成功 画面上是基隆市联合婚礼的 宣传记者会 市府特别安排青年男女 担任联合婚礼的宣传大使 今年的联合婚礼 将在基隆港最美的空中花园 立都迭克花园举行 市府民政处欢迎涉及在基隆 或是在基隆工作的准新人 踊跃透过线上报名参加 限额50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 其实很有意义 就是让新人有一个 就是可以省下庞大的筹备的经费 然后也让参与的人可以一起 就是沾沾喜气这样 对对对 也可以省钱 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参加的权利 就可以大家一体这样 整个基隆 我觉得很好 迭克花园 就是屋顶的空中花园来办理 这个地方是我们临近海港 非常展现出基隆港都 还有可能有机会 在邮轮的身旁来办理联合婚礼 联合婚礼的用意有几个呢 第一个是我们要鼓励大家乐婚 快乐的来结婚 第二个呢 透过联合婚礼符合现代 SDGS永续环保的概念 在大家在节省我们婚礼繁杂的程序同时 基隆市政府每一年都藉由联合婚礼 集团结婚的方式 由我们市长来主持 让整个婚礼非常的隆重 但是对新人来讲 以新人的眷属来讲 节省掉很多繁杂的程序 那在这边要特别来呼吁我们基隆市 在地的青年朋友 即便你是在基隆工作 户籍不在基隆 能够提出你在基隆工作的证明 我们也欢迎你们来参加总共对数有50对 那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是从 就是从今天是7月11号的11点钟 我们开放线上报名 然后进行为期一个月到8月11号截止 那这过程当中呢 如果说有超过50对的新人的话呢 会采用抽签的方式来进行 那同时呢在过去 我们上个月有举办的那个就是单身联谊活动 有参加的报名者也会有优先排名的这个机会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 特别感谢基隆市唯一有月老的清安宫 也特别赞助了我们这一次的婚礼 联合婚礼的这个活动 而今年我们会朝向于 第一个会有基本的这个参加奖 那参加奖以我们的家庭用品为主 那可能会超过一样 超两样的目标来迈进 第二个呢我们会新人最喜欢的出国旅游啊 住饭店啊 或者相关的一些餐券等等的 我们也会来做张罗跟准备 希望准备更丰富的奖品 以及参加奖摩采品 来提供给参加的联合婚礼的新人们 民政处长张渊祥 特别感谢在地团体与企业共同赞助 提供联合婚礼的结婚贺礼 与丰富的摩采豪礼 期望透过一系列的未婚联谊活动 与联合婚礼的举办 来鼓励青年男女幸福成家 组成美满家庭 也借此提升生育率 减少少子化的问题 记者陈淑平李亮洁采访报导 基隆万木山海信泳池已经封闭施工 现场围起了施工围离 不过还是有人不理会告示牌警告 直接翻墙进入细水 上个礼拜这边还有围离 上面这边还有固定的旧的拆除的围离 还没拆除 他们就爬围离过去 然后直接从那个 然后一家 然后带小小孩 真的是蛮危险的 就是从这个地方下去 大大的警告标语 贴在破旧的木头横板上 但还是有游客偷偷跑下水 困扰啊 我也没有强制力 他硬是要进去 我也挡不了 为了维护民众游泳品质 修缮当然是刻不容缓 但游客如此偷偷的 相当危险 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议员郑文婷 市委政和市政府产发处到场会刊 延商改善方案 曾经看过有家长带着小朋友 那在这里爬销波块下水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就是说今年夏天非常的热 所以有家长带着小朋友 希望可以来这个水域 又相对天然也安全 他比较没有一个稳定的水流 那能够让小朋友在这里细水 但是问题是当这些人他们游完泳 细水完以后 其实体力上是已经不足的情况 要再爬上来 在那个阶段会遇到危险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这一点 所以为了让施工单位 他们能够好好的把它施工完毕 我也特别要求市政府 是不是能够来加强这里 防止民众误闯进入工区 然后下水的动作 在底下那个建筑物那边 墙上它可以贴公告 还有就是相关法规的一些规范 让民众清楚知道 你如果违反这个渝钢法的话 那个处罚是非常重的 就像你一般你闯红灯 在平面道路闯红灯 可能几千块可以解决 可是你闯越平交道 你是至少六万块起跳 那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民众才知道说 这个是真的不可以去违反的 我还是要要求市政府 在这个相关的标识跟告示上面 像我从厅厅长走到这边 其实说真的 我连我都没有注意到标识 所以更不要说游客 当然我们现在在施工是它有起必要性 那我想在这个相关中间 游客汽水跟安全的问题 必须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除了公告清楚以外 它也必须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民众冒着危险进入公区玩水 市政府惨发处将加强执法的硬度 民众进来的话 异于港法的话会罚三万起跳 所以希望说民众不要 就是散自进入这边 然后因为罚则蛮重的 于港法的话因为最低就是三万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请民众就是注意 针对有民众建议 可以开放部分区域让民众玩水 但市政府认为安全上还是有疑虑 目前在公区的部分的话 我们不会拉便道或是水线让他们下去 因为在现在在打除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碎屑的部分 他打的时候他会喷来喷去 如果让游泳客在下面游泳的话 他不小心可能会被这些 这些营件的这些水泥块之类的去打到 其实是会受伤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整个区域要封起来 然后也希望说民众不要进来 也是基于这个工程安全的考量 那也保护民众说不要进来的话 其实相对的这个安全性 其实都是都是都是危险的啦 市政府强调细水安全第一 希望提供不同的地方 让游客细水 更希望海星泳池能够早日修缮完毕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